各位的辛苦 那我們警察局廖局長 還有我們這個議警 我們大隊 魏大隊長 還有民防大隊 我們康大隊長 還有巡守大隊 宋大隊長 各位長官還有憲兵隊 我們許隊長 還有聽友會號 蔡理事長 各位好朋友 其實今天特別藉著這個機會 在即將要放假 過年放年假之前 特別特別代表 台南市186萬市民朋友們 感謝各位的辛苦付出跟辛勞 那我們知道 我們加強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 從2月1號開始到2月15號 2月15號就開始上班 那這段時間 大家都非常辛苦 尤其我們舉辦台灣燈會 對 那安平燈區 在2月3號已經開始 起燈 那沙倫燈區 也就是國家燈會 沙倫燈區 在2月24日就起燈 對 這中間 包括過年期間 都有非常非常多的 外地來的遊客 還有本地的市民朋友們 還有許多國外友人 還有許許多多好朋友 都會來到台南 那當然人很多 很多這個交通 就流量大 那治安的事件 也需要有來各位來加以維護 我們知道在過去一年裡面 我們台南市的打擊詐騙 預防詐騙 這個攔阻詐騙 的績效 是六都第一 那我們的這個 防制酒駕 的成效 成果也被警政署評定為六都第一 而且連續三年 所以這一點 是非常非常感謝各位的 但是呢 我們治安工作 是全面性的 包括這個 重大 包括掃毒 防止詐騙 包括整體的 這個治安事件 的維護 那治安的維持 以及打擊犯罪 這些 通通都是 這個維護安全 工作的重要一環 那麼 我們很希望 我相信 市民朋友們都很期待 接下來 我們台南市的 治安維護工作 能夠做得更好 那治安沒有絕對 但是一定有 這個沒有最好 一定有更好 那我們一定要 加強一步一步的 增強 我們 對於治安的維持 也讓市民朋友們 不僅在年節期間 重要節日期間 能夠過上 過有更安全的 生活環境 在平日 也希望 能夠 進一步的改善治安 這些 光是靠 警察同仁 還有憲兵同仁 還有許許多的 的治安人員 的工作 之外呢 我們民力 更需要 這個 拜託各位 所以我們武力 不管是民房 治工 尋守 還有 疫警 疫交 還有 這個許許多多的 這個 民間工作 還有警友 這些 都是 我們治安的 維護治安的主要力量 那非常非常感謝各位 祝福大家 嘉節 新年快樂 嘉節愉快 那 合家平安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龍年行大運 代表 再次代表市民朋友們 感謝各位的付出 謝謝各位 謝謝市長的勉勵